哪几种女人败夫 男人娶妻大多是希望找一个懂得持家 善于经营 珍惜婚姻 能够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好运的女人 绝对不会希望自己娶到的是一个败家女 因此男人从恋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观察 看女友是否懂得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 从而看出这个女人是否有败家的行为 值不值得自己娶回家 下面是小鱼罗列出败家女的几个表现 一 总想把老公束缚在自己身边断齐菜路 身为男性定是要有骨气的 也是要面子的 更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小有成就 可若是身边的女人太小心眼 不仅不支持她的人际关系 还将其禁锢起来 久而久之男人的交际圈定会输水 到那时她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朋友 更有可能是机遇 其次交际还包括异性之间的交际 女人如果在这方面放不开 那无疑是在自寻烦恼 所以男人不仅需要同性朋友 也需要异性朋友 朋友多了 自然事业上的机遇也就多了 你若是束缚她的交际圈 那就很有可能断了她的财路 若是真的爱她 不妨给她一定的私恩空间和交友圈 二 不懂得尊重老公 在外顺其也免 俗话说人要脸 树要皮 不管男女都需要面子 只是男人往往会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男人可以容忍你在她面前说着说那 但绝不会希望你背着她在外说三道四 喜欢在朋友 同事 或者家人面前泄露她隐私的女人 是不会取缘男人的女人 男人有时候要的不仅是一个贤内助 更需要的是一个散解人意 管得住嘴的妻子 在外审男人面子的女人 实际上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与此同时也是在损害男人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之 三 整天胡思乱想 好猜忌 让老公心烦 如果一个女人有事没事 就爱怀疑自己的男人 对男人的一举一动都疑心疑鬼 那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定是导致她情绪化 男人若是晚回家了 她一定会抛根究底问个清楚 哪怕是和他人在一起吃个饭 她都会问是男是女 若是个女的甚至还会让自己的男人与其断绝来往 长期一神一鬼只会让男人崩溃 她还有什么心思跟你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计划你们的未来 因此你若是爱她 就请给她信任 四 像跟屁虫一样 整天围着她转 没有独立的能力 这样的女人 男人通常是忍一天是一天 但绝不会忍一辈子 所以作为女性 一定要有独立的能力 一个足够独立的女人身上充满了魅力 男人喜欢独立的女人 因为独立的女人不仅知道享受 生活也更懂得充实自己 思想上不独立的女人 经常在男人面前念叨 这很有可能会让彼此间产生矛盾 时间一长 男人也就没有心思再好好工作 因此若你希望他能爱你多一点 那就离他远一点 在他工作过后 会给你更多的爱和关心 当然还有那些总是想独揽家中大权 习惯性的好施懒作 给男人发号四令 把老公不当人看的女人 其实作为一个有自桑 有情桑 聪明女人而言 应该懂得家务事 绝对需要两个人共同去承担 就好比婚姻想要幸福美满 也需要两人共同经营 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单纯的让任何一方去完全承担 都会影响到夫妻间和睦 所以像那样的女人 是绝对不会有望夫运的 如上面自己点的是完全败夫的 你了解了吗